舞台上每个社团的同学们轮番上阵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 让坐在台下的寿山高中学生们海岛不幸 为了提供学生们展现的舞台 他会是立寿山高中在今年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社联会 并由社联会在睽違十年举办了全校47个社团联合成果发表会 不仅有动态成果展演也规划静态展览 请各个社团在圈堂走廊上摆摊铁海报 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社团努力成果 吸引其他学生了解 比如寿山高中柔道社社长便说明这一年来拿下的好成绩 我们基本上社科的话都是在做体能部分的训练 像翻轮胎还有跑步之类的 这个是今年的成立 今年11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我们融合了三桶 再来是今年的全国角力锦标赛 我们融合了两赢还有一桶 国中的时候就是有在练习 然后想说就是在继续往下一个目标前进 有来这边学习到很多东西 学长姐就是人都很好然后都愿意教 筹办活动的两位社联会副主席也分享筹办心得 由于没有学长姐的经验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绞尽脑汁让动态与精态展都能发挥各社团特色 比如以几点换抽奖券的方式 鼓励大家踊跃去了解其他社团亮点等等 看到大家都玩得开心 他们也感到十分有成就感 并继续学弟妹们未来能继续来办理 因为这场活动算是时隔就是还蛮久 然后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学长姐留下来的资料可以给我们参考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做起 然后像是精态展还有动态展的规划 我们为了让它更流畅 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放学都留下来开会彩排 然后做了很多功夫 然后投入很多时间在这场活动里面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希望下一届社联会的学弟妹也可以 就是把这么成果发表会办得这么成功 然后就让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我是静态性的社团 所以平常不会有动态性的活动 所以加入社联会的话 就可以参加 可以一起举办这场比较动态性的活动 然后策划那些 平常我们自己社团也会有很多事情 然后同时也要处理社联会的活动 就会需要分 要自己学会分配时间 时间的规划也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希望每个人都会笑着出来 然后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 社三高中学务处活动组长也介绍了社联会 这是由各社社团干部所组成的学生自治组织 落实学生自治精神 自主管理与筹划各社团间的事务 期盼未来能成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勾头的桥梁 社联会的组成成员以各社团的社长为主轴 那其他有兴趣的社团干部也可以一起加入 主要的工作便是为社团建立舞台 同时间统合各社团的意见 然后希望让每一个社团可以有更多多元专业 而且有意思的发展空间 同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社联会可以做好一个传承的工作 每一届每一届他们彼此曾经学过的这些活动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部分都可以经过整合之后传交给下一届 受到疫情影响 单单续续的校园生活 不仅使得学生的正规课程受到影响 课外社团的训练和成果也无从展现 因此寿山高中社联会举办了社团成果发表会 期盼提供学生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 给自己一个丰富难忘的高中回忆 记得旅游亭台报导 哇